我真的是笑不活了 这是捅了部罗窝了吗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本场比赛的重量级人物 这位是来自阿尔吉利亚的麦克劳菲 12年轮斗奥运会男子1500名的冠军 左边这位大家都很熟悉 来自索马里的莫法拉赫 当今时代男子5000一半的领军人物 然后主要是这位 来自肯尼亚的基普罗普 他也是来自原始部落 但他跟切鲁不是一个部落的 本来这场比赛还是由切鲁来比 但中间发生了一些小差距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比赛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肯尼亚一共拍出了三位选手 除了原始部落的基普卢普 其他两位是他们国家队的队员 大家看就是跑在最前面的这两位 这两位今天是有特殊任务的 待会再跟大家说 其实基普卢普跟切鲁他们两个部落 跟得非常近 都是挨着的 然后切鲁赢下比赛就能分到牛的事情 在那一片给传开了 400米了 53秒72 传开了之后 因为基普卢普他们部落的酋长 年轻的时候救过切鲁部落的酋长 于是基普酋长就去找切鲁酋长了 说我们部落当中 有个叫基普卢普的小伙子 确实自己也不够争气 已经很久没有开张了 然后老这么吃大家的也不好 这次就算还我个人情 就让基普去吧 当然切鲁酋长也执恩图报 立马把这事给赢下来了 并且把基普介绍给了肯尼亚官方 但人家官方不同意 说你们自己部落的切鲁 都已经被调教的差不多了 干嘛非要用其他部落的人 所以说啥也不能换 结果人切鲁酋长当场就怒了 说要不同意 都是狮子二哥的对吧 实在没办法 他们就提出了唯一要求 就是挨排两兔子 前期压一下基普罗普的节奏 就这样基普顺利来比赛了 800米1分50秒37 第一只兔子已经离开了 基普罗普还是很听话的 乖乖的跟在第二只兔子的后面 毕竟现在牛还在别人的手上 对吧 所以还是要遵循约定 现在第二只兔子也完成任务了 剩下的就交给他自由发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还有最后一圈 基普罗普开始全力以赴 哇大家看这步伐呀 再看这差距瞬间被拉开了啊 现在伦敦奥运冠冠军 还有法拉赫都被甩了 有两三条街了 你看这小伙子啊 非常轻松 而且还时不时的脸着嘴笑 开心啊 想想就这两下 牛马上就可以到手了 这次回去说啥 也要给两位酋长啊 送两条牛腿过去 这时候全场的观众 也是给予了热泪的掌声 最后十米 小伙大步留心 冲过终点 看他这手势啊 非常轻松 其他国家的选手 也是第一时间过来祝贺 只是小伙的眼睛啊 一直盯着领奖台 哎呀 说好的牛呢 咋还没送过来啊 嘿嘿